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不如我立即找一個片段吧 我第一集選了這個 先看看吧 很緊張 用這個組織 究竟是哪個組織 其實差不多了 我選了這些都是跟你們感覺到的 就是這個 這個應該是最上次的 什麼啊 很大聲 怎麼了 嚇死我了 很大聲 你不要嚇我 等一下 她說什麼 等一下 很大聲 我經常聽她 貼貼的 我本來想恥笑她 很尷尬 但她真的眼泛淚光 她說了什麼 然後我也不知道笑不笑 我那一刻也是 走啦 走啦 你哭啊 沒有哭啊 眼泡了 你有啊 你真的有想哭 想哭 就滴出來 你聽到什麼句子 很大聲 這樣吧 走啦 我們上去了 你站這邊 站這邊 我們上去了 走 走 好 好 這個是一個日本的 那些叫做 學校 是不是學校 修學 修學店 其實它不是 它都是一間酒店 但是 日本 通常學生畢業會去旅行 通常是國內可能去其他縣 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 比較多 畢業學生會去 玩的 其中一間 OK 好了 我現在就找一位高靈人士 貓童 先看看 剛剛 究竟 林婷聽到的東西 是 真 還是 還是 什麼 好啊 我也想知道 好 第一條片 是不是日本來的 因為我見到 有一個 類似 日本 古代武士 那些人 穿著黑色衣服 的男人 來的 他的手指 不停地 踢一把劍 即 踢踢踢踢 踢踢踢 然後 拿一把劍的尾 去撩 林婷 那個耳朵 哦 你們聽過 你聽過可能是 劍的聲音 那些 我當時聽就不刺耳 但是 我真的聽到一下 如果他這樣說 可能他一直在聊 但是 我是遊玩遊戲 到最後 都在最後才感覺到 我記得你之前說過 你是感覺到他想趕你走 他這麼大聲在你耳朵 一定是想趕我走 我的感覺 那為什麼是搞你呢 因為他應該是一無事的男生 哦 剛才我是一個女生 而我又站在最左邊 不會搞中間那個 我覺得 左右的人選 即是方便為主 對 就叫大家一起走 所以他看到一個 日君 類似是這樣 在那個地方 很細緻 是啊 他看得很細緻 好奇喔 好了 我們再看看另一條片 第二集的 我選了一個 先看 好緊張 對 看看是誰 這裡 我覺得厲害 好可惡 這裡 又是你 哈哈 我現在都覺得是大風 是嗎 我們那時候 其實我跟他在外面笑 其實他是 因為大家看到CAMMAN都還在 其實還沒真的 開始玩過遊戲 然後突然扯了一下 很大風 一聲 我沒有看到門 但我們在門口 都聽到很大聲 很大聲 然後他叫 他叫了 他叫了很大聲 哦 即是你覺得是大風 是啊 我到現在都覺得是大風 應該不關事吧 那一刻 我沒有想那麼多 其實 想不及 但你後來又怕到唱歌 因為大風 所以OK 但你也怕的 是嗎 少許 但沒有這樣 因為他可以解釋到 他覺得可以解釋到 是啊 可以解釋到 其實講一講這個 是一個什麼遊戲 其實這個遊戲 就等於之前 我在馬拉玩過 《逐迷藏》的第二個版 這個呢 他也是可以寫自己 隨意寫個名字 我選擇了寫他的名字 他自己自戰為了 你收個名字 我沒事的 然後我也是跟他玩 《逐迷藏》 但這次玩的地方 他這次是對著鏡子 還有多了一些步驟 例如要拿一些紅線綁住 但其實原理 都是要跟鬼玩《逐迷藏》 都是等他來找我 嗯 即是有一點 招靈 可以這樣說 是招靈 是招靈 好了 剛才看到那扇門 究竟是封 還是有東西 好 貓童 來 第二條片呢 我見到有一男一女 很年輕的 就站在臨庭後面 好像stand by 想撲過去他那裡 第二條片呢 是個男的靈體 他關門的 他關了門之後呢 就先回到臨庭背脊後面 總之他們stand by 想撲過去 我不知道是想上去身 還是想做什麼 嘩 又是想上身 嘩 又有惡意 惹傷了 是男人 對 厲害 我沒想過他們想上身 以為在公仔裏搞什麼 總共有三個 一男一女 和一個男人 即是說門應該不是真的封 如果他的演繹就是 嘩 這個很厲害 是嗎 其實這樣聽起來挺恐怖 很猛 如果他這樣看著你 隨時想撲到你 對 撲到你 對 但如果你說有封 是否整晚都會有封 還是那一夜 只那一夜 不然我不會那麼害怕 因為如果之前已經試過很多次 我也覺得也是這樣 剛剛其實已經試過 但不是 所以 如果你有封 可能保持著 應該有 但就沒有 他看到是有 奇怪 還有那時候是夏天 看片他 關門是慢的 我不知道其實是 我看不到的 那時候 在場看不到 但他們是 弄慢了還是怎樣 不是啊 應該不是 他們即時 沒有理由 到門這麼慢 但是這麼大力 我看的時候 覺得有點奇怪 我以為他弄慢了 就是我以為他弄慢了 對 應該不會吧 我不知道 是 OK 這兩條片都有了 來吧 再看這條 第三集 是 來吧 校長 是 學校長 是 因為我們聽鬼故 daher Dakota 因為我扣母很喜歡說鬼故故故 skies 我扣子三寶母很舒服 我以前還是住在荃灣的時候 我曾經有這種聲音 持份不住 是不是敲玻璃呢 很明顯是這個聲音 這個手就是一個一個 敲玻璃 我想說不停聽到 不如先不要敲一下 好嗎 不要敲一下 再敲一下 又敲 你再敲一次 挑戰我 我真的覺得很大膽 這件事 也有機會是下雨的 但是下雨 還有第三個很大聲 我那一刻應該要立刻揭開 其實也不是 為什麼不揭開 我們本來也看過一次 直播的時候我們兩個進去 是多少樓 二樓還是三樓 六樓還是七樓 是高一點的 一定不會有外面的 一定沒有的 拍不到 對 很厲害 而且你也很大膽 這件事 好了 究竟 是不是真的有小朋友 阿貓 麻煩他 看看 第三條片 就是一家三口 來的 那些衣著很藍扭的 應該不是現代人來的 那那個爸爸就坐在梳化那裏 可不可以準備多一份食物 無管動 無管動 男主持聽不到 那個獸子不停敲一槍 希望引起去注意 我也起雞皮 起雞皮 中了嗎 中了 節目播出後 他也說有個男人坐在梳化那裏 當時我是坐在梳化旁邊 有個男人坐在那裏 他還多了一些內容 他媽媽跟你說什麼 媽媽叫我準備多一份食物 很瘋 所以氣味真的會吸引靈體 那個小朋友真的 不只因為有一點 後來會說那些糖 是不是真的好像有動到 對 節目組也說是 他放大了 然後看到有動了 所以就有一張對比圖 那其實你應該也 要理他 說真的 你又怪自己吃 我已經肯跟他說 不要先敲 我先吃完再敲 但他不理我 那就是 敲了整個小時 大哥 我應該要認一認他 但當晚有沒有被鬼閘 當晚沒有 那又沒有笑 總之我睡著那一刻 都教訓天亮 可能他已經自己吃了 其實我有一個好奇的 為何父母能進來 但小朋友不能進來 他剛剛好像說是坐在窗裡 即是那一刻已經進來 不是 我又不是很 我懂得到的意思是 他在窗裡 只是在窗裡 很想進來 因為如果進來 我想他未必需要一刻 對 應該直接自己吃 對 直接可以吃鬼 對 摘著你 那些 對 這個 看得很細節 這件事 好厲害 而且這間酒店是日本的 是日本的 這是沖繩 那一會兒我們有一個朋友 他回應整件事 即是怎樣 就是你這間酒店 我有個朋友也是 你這間酒店 他帶了他的嬰兒女去 我可不可以現在說話 你講話 然後他問我 你拍入住那間 可不可以給名字 我是朋友 我便給了他 他說他女兒 那次去沖繩旅行 也是住這間酒店 那一晚他睡不著 他女兒不停哭 那之後他的醫生 就給了一條鏈 他一帶著那條鏈 然後就沒有 對 他還有指著那個衣櫃 就說 你好 類似是這樣的 所以他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因為找他做指示 那個小女兒一直都哭 一直都睡不著 不停哭 之後他又給了一條水晶 他之後就睡到 是 一會兒有一位朋友 其實他 這個個案是 你們都說了一個故事 就是他的個案 但是他說有些事情是要補充 所以他稍後會再說一次 好 就是這個沖繩的酒店 就是一對香港的男女夫婦 在那裡自殺 好了 我們看看第四條片 這個遊戲 我真的未玩過了 第一個問題 當然要問他 想不想跟我們玩 如果這裡有靈體 你們想不想跟我們玩這個遊戲 可能他捉住你的手 好吧 就這隻 不會 花姐是他也不知道 對 他也不知道 可能他不知道 想不想跟你玩 我覺得 因為他們是小朋友 你沒理由 當然連一個小朋友玩 他就說我跟你玩 可能他 很合邏輯 很理性 你再問一次 對 好 我想問這裡的靈體 想不想跟我們玩這個遊戲 嗯 他不會就是想跟我玩吧 又是你 林婷 好 想 即是他不想跟你玩 當然答錯問題 自己也未知道 其實我看到這些小眼睛 是否Jerry 問 是嗎 是嗎 他在弄他的手機 他不知道感覺到嗎 因為Jerry 也感覺到很多東西 很多靈異 對 他本身也有很多這些怪事 好 那究竟 大家會覺得 好像是跟你溝通中 嗯 那就聽聽阿貓同所說 有沒有看到些什麼 第四條 我看不到有東西 可能人太多 他們不敢出現 不過我發現一個現象 那些靈體很喜歡跟著 咦 沒有的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對呀 真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 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這個月費計劃 聲音就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好了 至於說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哪集 就買哪集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希望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務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